台湾未来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政府预估目前全台有109万人需要长照服务 但很多人对长照2.0内容却是补瑟撒 其实长照2.0提供日间照顾、居家服务等选项 民众可以根据家中长辈情况 以及可照顾的人手等状况挑出最适合的方案 以单身上班族阿明为例 住在三楼没电梯的住宅 独自照顾70岁轻度失能的爸爸 因为父亲亲耐力不佳 独自外出有危险 阿明决定先拨打长照专线1966 由县市政府长照管理中心评估状况 并提供建议方案 过去长照居家服务是根据 轻、中、重度失能 补助25、50、90小时 在补助时间内由居服员进行各种需要的照顾 每小时200元 以一般户为例 民众自付30% 新制改为分失能等级 第二级以上给予补助 且以服务项目计费 经评估阿明爸爸属于第二级轻度失能的一般户 合给每月10,020元补助上限 其中阿明需要自付16%花费 阿明爸爸需要的服务有 外出需要人陪同 中午备餐 阿明可以选择 一、日照中心 阿明将爸爸送到日照中心 下班再接回来 日照中心每天675元 以补助额度来看 只有14天在补助范围内 其余天数 阿明可以选择自费 或送到一些不额外收费的 巷弄长照站参与活动 二、居家服务 阿明可预约居家服务员带父亲下楼 再走到附近约20分钟路程 不收费的巷弄长照站参与活动 以配通外出计价 半小时195元 父亲可以在那里跟其他长辈一起活动 或由复健师协助复健 训练机耐力等 中午时付费让爸爸在那里吃中饭 中午之后再预约居服员陪父亲回家 以上班日计算 一个月往返约8580元 其中1372元由阿明自费 有时若需要帮忙洗澡洗头 每次325元 如果阿明需要出差 或觉得身心疲惫需要放松心情 也可以选择喘息服务 由居服员帮忙照顾 包括协助沐浴 陪同运动等 6小时2310元 这部分给付额度 以阿明爸爸状况 一年给付32,340元 16%自负 再次325分钟 2205分钟 我想请不吝点赞 这一期再见 在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